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一个库管 好特别喔 这好美喔 好高喔 天哪 非常不便宜喔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一双穿起来 有多丑 欢迎光临讲女人我最大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单品呢 不管你比例再不好 或者是你再肥美 只要有这个单品 你就多多少少 你知道这个比例线条出来了 至少目测少6公斤以上 腿再短都OK 而且这个单品男生最喜欢 真的喔 你个人也很爱穿这种 不是 我爱穿 男生很爱看女生穿 看女生穿的时候 就会很像有种 想要开箱她的感觉 真的假的 你脚上这个东西 长靴 对 我们要请教老师 OK 就是比例再不好 腿再粗 那个腿型再不好的话 有了这个靴子 是不是就解救了一切呢 锦衣老师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锦衣 是吗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注意 就是有一些筒围的问题 还有筒的问题 可能会卡住你的小腿肚 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重要的 对 对 我就像老师讲的 我的那个 要买靴子的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筒 这个筒是 通常都会比那个 腿要宽很多 对 刚好跟家庆相反 对不对 刚好跟你相反 你的困扰是太紧 太紧 太紧的话会挤肉 反正你本来没有那么粗的 可是太紧了一挤肉 人家就会误认为说 你腿很粗 就变向腿 对 对 所以这个小佩婆 我们都要吃到一下 那一一的来给你安排一下 第一棒 你好 你好 谢谢 好 今天先讲我今天穿来的这一支 好可爱 很可爱 它就是毛毛毛茸茸的冬天的雪纸 它叫Moon Boots 它基本上是原本是就是雪地上 就是花雪或者是 雪鞋 对 雪鞋 那其实冬天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我也回去韩国 或者是去日本 其实基本上冬天也会穿得到 就是有雪上走路的雪纸 然后加上它的那个形状太可爱了 OK 很保暖看起来 那这一款有点像是雪妹姐的 对 这就很经典的 对 有点过细 可是它的根部没有那种高跟 它就是有点低的 一般人都比较好驾驭 它比较适合就是那种Legging 或者是牛仔裤 比较BIT的那种 比较帅气一点 这种应该蛮好走的吧 很好走 好瘦 真的 好细喔 而且因为不同的鞋子 你会发现它整个感觉不一样 比例不一样 完全不同 这个比例就比较更高 对 你的腿看起来变更长 有 可是因为它是不是高跟 所以就是走路是方便度 跟整个效果加起来 一个就是很辣 辣妹 一个就是很可爱 对 我们都没有换衣服 没有换鞋子而已 整个个性都完全不一样 效果完全不一样 对 而且我发现这双靴子 其实它包括它膝盖的这个部分 跟我们大腿的部分 是有这样做一个弧形很顺的 对 所以它可以去包覆我们的腿 让我们的腿看起来更修长 对 接下来 这双我觉得化靴好好看喔 对 不好走吗 其实没有想象那么不好走 因为它的鞋身的里面 就是袜套里面还有一个层 可以让你在走路的时候 其实比较不会晃 好好看喔 那这如果脏了 是可以直接像袜子一样这样去洗吗 对 这个基本上是可以水洗 对 好好看喔 好好看喔 这双好美喔 基本上它腿细穿什么靴都好美 对 对 真的 真的 它的一些形状 还是我觉得就是有差 就是那种胖胖的可爱版 跟就是这种窄版 风格不一样 对 风格不一样 是的 好看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深色的 这个 它比较不一样是 我觉得它比较女人味一点 因为 它是 像优雅 对 就优雅喔 好细喔 看什么腿都好细 是不是 好满 对 比例都很好 对 对 就比较基本的那种形状 可是就是 穿起来就 脚的比例就看起来比较 很修纯 在脚 很修纯 就是刚好这两个 就是我自己喔 我自己 因为我们两个腿型很像 就是都直直细细的 所以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说 即便你的腿再直再细 我们都有一个 共同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你看这两只腿 它穿白色的那个 效果会比它好 的原因是因为 这里因为缩起来了 所以 又黑色了 这里就会开始 膨胀 如果看浪的的话 所以如果你的腿型 这里有 侧面一下这样 如果你这里有很大的脖子 或者是正面 有比较粗的话 你千万不要穿到这里 更深色的 因为深色会让你这里更紧 更细 然后这里就会显得更蓬 如果你要 你要把这里修饰的话 你就要穿 不然就要over过它 对对对 要不你就要穿浅色 或者荧光色的 来让你的整只腿是均匀的 对 这样懂 这样懂吗 懂 因为问男生就知道 他懂了就大概 所有女生听问题 是 有 我就是自己会常常有的时候 在买这样子半筒的靴子的时候 就一直在挣扎 对 我是要配短裤比较多 还是长裤 因为长裤我就没有 刚刚以上的困扰 对 那如果我要穿短裙或短裤的话 我通常就会选 像跳色 荧光色或者是白色 亮色 或者是肤色 裸膚色 对对对对 就可以让我们的腿看起来比较直 也比较平均 对 就不会被截断的可能 是是是是 好 没错 所以今天带来就差不多这样子 好 谢谢 第二棒 温翠萍也是属于你知道 美模女 腿形的 直直的 长长的 谢谢 我想没有驾驭不了的 谢谢 全的都OK 跟美琴差不多 对对对对 我真的一到冬天我非常喜欢穿马靴 不管是长的短的什么的 那我先介绍我这双 脚上穿这双长马靴 这双是那个凯特王妃很爱的一个牌子 叫John Vito Rossi的牌子的长马靴 我今年买的 这双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根是矮根 对矮根 然后是细根 比较好走 可是非常好走 然后皮是小羊皮 非常的软 然后它整个形状是完全贴合 对很贴合 贴合我的整个小腿的形状这样子 然后一直藏上来 所以我通常如果穿长靴的话 我就会也是会配短裤啊 短裙啊 或者长一点裙子 外大外套 长的外套遮住都没有关系 那这双呢 我觉得那种 那一种根好难驾驭喔 这种根啊 对 可是这双非常好走 我知道好走 我可以走它去逛一整天 要不然它就要粗 粗一点粗根的 对 要不然就像老师后面那一种 好像矮矮粗根的 比较稳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 就是你的脚以上的分量 或者是你的衣服穿的 比较有分量的话 头重脚轻的 就会很像你在欺负那双鞋 对 但是如果你也 你选择的是 老师现在手上拿的这种根 是不是就会安全一点点 对 这也有道理 比例上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上面的面积 很大的情况之下 如果它是细窄的 那个低根的话 就会很像在欺负那一个根的感觉 那个细细的根 对 因为我从来我买靴子我不喜欢 因为我常常 什么非正式正式的逛街 我都要穿它 所以我一定要买非常柔软 非常好穿的马靴 所以我一定是会买低根 我从来不会买高根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 如果没有那个细根 你觉得要细根 没有那个细根的会实毛 好 那接下来 这个就是这双 这双 我今天有在考虑说 我要穿这双 这双 对 我就会选 你手上拿的那个 这双 这双也是 也是我今年买的长靴 然后这双 你每双鞋感觉都是 20年以上 没有没有 这都今年买的 我如果要拿20年以上 还有更多双呢 但是都一样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 你没有拉链 这个是尖头的 这个是比较圆头一点的 然后这又是粗根矮根的 对 所以我还是会选不一样的 然后它比较宽板 对 然后这比较宽板一点 女生在脱靴子的时候 男生就是最喜欢 怎么说 真的吗 为什么 其实在脱丝袜的感觉 因为会完全看到腿型这样 我跟你讲 你应该是色情片看太多 怎么 我们正常的女生 穿丝袜跟脱丝袜 都不是你想象中的 真的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就是这样赶快把它脱掉 对 这双这样子 就比较配吗 脱不了 比较粘质 对 然后请朋友都把我脱 会吗 好像刚刚都很优雅 好不好 没有没有 可是很紧很难脱 真的 这双比较配吗 配我今天的衣服 就是 这双是粗跟的 对 可是我觉得这双粗跟的 我觉得有时候我配牛仔裤在里面 你看我导播现在拉 导播现在拉拉的 你那个瘦的那个腿 虽然瘦 但是就是大头小身体 比例有点 就是大头然后脚很细 所以是右边这双 所以会觉得你头很大 肩膀很大 然后腿很细 有耶 可是你比较粗跟的这个 就没有那种感觉 这双也可以这样 再把它拉上 是不是 对 它也可以翻上 就没有觉得 就没有觉得大头小身体 有重脚筋 也对啦 两双都很好穿 那就是一双 比较秀气一点 比较Lady 适合穿比较正式一点 那这双就可以 就是很休闲的时候 什么样的Lagging 什么的都可以穿 T恤这样 明白 对啊 好 今天下来换我了 好 今天跟老师 还有各位同学 报告一下 我今天贡献出来的鞋子呢 跟我出道的年纪差不多 所以我今天手 搅上的这双鞋 来自爱马仕 就是在25年前 我买鞋子 完全 25 25 等一下 我还在唱跳的时候 你知道25年 跟相信年纪差不多 真的 真的 你才25 真的 哇 所以 就是一双好的鞋子 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大概16万 但是我觉得如果 你很多的保存 温度 因为是皮的嘛 然后你照顾到好的话 其实不会坏到哪里气 真的 它鞋子很多 可是如果这10年你买个靴子 它会很容易呼吸 因为环保材质 因为我 因为我要轮流 我就是 那个时候有一张专辑 我忘了是什么歌 然后就是 要轮流穿 然后我就跟 我们的企划呢 一起去 香港逛 然后就看到这一个 类似这样 好长喔 但是它更长 更长一点 更高 它也是很软 这也是25年 这也是25年 不是 太厉害了 这不可思议 你的鞋子好小 有什么素的啊 你有穿啊 有啦 鞋底很亮耶 你有在给它上游吗 没有 都没上游 更高一点 对 所以你只有在跳的时候 才看到原来 它不是穿 穿裤子 它是穿裤子 它是穿一个 靴子 你那个时候就知道 就是说 造型要露这个像什么 绝对的 绝对的 对 而且我觉得 这个细根的高度 就很漂亮 非常非常好看 它是 而且很舒服 很好穿喔 这两个 完全不同 你会觉得 按摩的都是细根 你看 效果就会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双也是爱马仕的 这双不是 这是在 雷卡夫买的一个 品牌 但是我不知道 它是什么 一双是极细根 然后另外那一双 其实不算细根 因为它就非常服贴 没有那么 它皮革的平接感 会让人家觉得很粗 很有个性 两种 两种皮革的皮革 对 这个小腿大腿粗一点的 根本就扔不进去 对 像这么长的应该蛮 蛮挑腿型的 这都有我的粉 真的耶 接着下来就是 这个就是我平常会穿的比较 这就可以当雪蝎 造型一点的雪蝎 好可爱喔 对啊 也是某某的 好Q喔 也是美拉德 有点冰原地险进的感觉 对 谢谢 不好意思 有性感吗 便便 很坚固 是不是不性感 好像有点破灭了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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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就是这么辛苦 好 你也可以不要这个 你也可以这样子 像女性那样子 除一点脸 那因为呢 这好可爱 好 这个就是我平常会穿的 我平常不太穿裙子 或短裤 我都像我这个 我就会穿到 这里的裤子 或者是长裙 或者是长裙 或是短裤 遮住肢底下的 我不喜欢露出我任何身体的部位 肌肤 因为一露出来 他就会吃东西 要住什么东西 致命吸引力 吃豆腐 对 不是啦 就是太过线条太明显 没有太性感 平常中性 中性传者 那我们又是喜欢 你知道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的身体跟我的行动不搭 我通常都会把自己包得紧紧的 里面造成 造成混乱 对 这是我平常很爱穿的 而且这个也是 他弄来五年了 好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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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好 接着下来也是 哇 这个舞龙舞僧 这个好舞台 好可爱 没跪头 没跪头 你只要穿上这双鞋 很想摇摆 你只要穿上这双鞋 很想摇摆一下 你就会觉得 就摇摆 就像登台 好想摇摆 真的 好想摇摆 黎世空 对 好有律动 对 迪士空 很近点 很近点 对 他就是很迅动 迪士空 这也是我那个时候打歌的时候 好帅 好帅 那不能夏天酸 好像一只贵宾狗在你的表情 对 也是极细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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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都有被操练过 所以他已经 他就很像车子 真的有操练过 又很像记忆疹一样 有味道 一套进去就有 顺着你的脚型 顺着你自己的脚型 对 脚的形状 好 接着下来 就是我要开箱的是 空喊 空喊的这个品牌 这个15年 那个应该有10年 哇 好 先来 压箱保 每一双都有盒子 保存这么好 对 哦 你们一定要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一定要拿盒子 因为你盒子里面 你可以塞 那个纸啊 变坏 它比较不会发霉 然后 如果出国 怎么办 如果把盒子带盒子 我都会带盒子 哇 而且家里一定有很大的储藏工具 如果把所有盒子都留下 你错了 就是因为有盒子 没有盒子 你反而鞋子 乱丢 乱不是 就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 然后会变形 然后又会潮湿 只要有一只潮湿 传染给全部的 对 会那个霉菌 会开始 会有盒子 而且你可以堆叠 你知道上面有照片 你看 而且的鞋盒上面 都会有照片 就测试 就知道是哪一个 你看就会知道了 谢谢你 你看 这么贴心 你看 来 因为以前 以前都会买盒角 你看看 是不是需要人家帮忙 是不是 是不是 在睡觉了 是不是 但是脱鞋子 真的很像在深蹲 对 而且会喘 这么高高 但是还是蛮多 我好不想穿 很累 很累 就会觉得累了 对啊 这蛮消耗料料的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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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前买的时候 有一条 有一条银链 但是我找不到了 没关系 我想说 我要跟你分享 这双鞋 那个时候买的时候 超级难穿 超级硬 硬到就是说 你 要截肢 要穿第二次 没办法 可是你穿了大概三次以后 也不知道就是 怎么样 它就突然有一天 它就软掉 它就开始软了 磨合起 三个月 三个礼拜磨合 三次磨合起 三次磨合起 然后他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鞋子一辈子 不想死了 它也不会坏 好可爱 所以他的宝 他的弓 还有他的皮革 非常非常的 坚韧 对 又乐器 又坚韧 坚韧不拔 真的 坚韧不拔 拔的人也需要力气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好美 太瘦了 天哪 都非常不便宜 对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一双穿起来 有多丑 真的好漂亮 前面少了那一块 这感觉也是打歌服 会出现一些 它的皮味还很重 对不对 造型感十足 很皮 超皮味 不是我脚臭 我没有脚臭 是皮味 皮味 完全是皮味 这很帅 对 好 可是那个根真的 那你穿这双不能流汗 他们特别为我敬 为我定 这个是 酷很好看 对 真的很好看 好看 好看 后面很好看 特别 超好看 感觉是马丹娜也会看 然后我开始要走路了 你知道 就是很难走 就是会跳表 而且那个皮会刮到你的 不会刮 不会刮 其实它都很轻敷 感觉你脚上鞋子要一直要跳的感觉 它所有的这个边边脚脚 都没 你摸不到任何一个线头 也就是说 就是它的工艺它很注意 但是 正面你看我腿那么美的人 正面是不是很丑 就是好像没有 它帮你近的地方遮住 对 少了点 就是 腿型变了 对 对 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是一个 那个叫什么 萝卜腿 对 它帮你打 这里帮你打 对 对 它就会修饰你的萝卜 可是我没有 然后就会变得 我细的地方更细 然后 感觉那边很宽 对 然后就感觉说整个 整个腿型就 比那么好看 那您当时买的时候没发现 我是买来收藏 然后就说 想说有一天 我们好像有个派对 是Rocker的派对 我就穿去 可是我拍照的时候 就觉得我腿怎么那么丑啊 但他是好发现这个 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那天是整个一个 Rocker Party这样子 每一个人都在撑上这双鞋 可是看了以后 他们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后来呢 他们就教我说 那不然我就穿一个到这里 膝上的那种 袜子 老师的那种 黑色 黑色的袜子 这样延伸一下 让我变成延伸一下 就会很好看 就把这遮住就对了 或者是穿紧身的皮裤呢 在里面 然后这样 也可以 像我们这一组 梅腿组 还有什么靴子呢 就要交给锦衣老师了 到了秋冬 一定是要有这种 这样子 穿起来 它其实又很保暖 又很好走 可爱 好像大藏口 这就是让它 让它自然干 其实是OK 对 Cue 让它自然干 是可以的 好可爱 而且我袜子刚好跟它同比 对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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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我来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今年秋冬 有几个蛮特别的款式 就是那个 这个复古的潮流又回来了 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 西部牛仔靴 对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是走甜美风的话 也很适合穿那样的靴款 会变得比较有点充足 个性的感觉 大个洋装 对 搭个洋装 或者穿像米勤这样子 搭一个那个也很好看 对 然后我觉得女生要穿 那种西部牛仔靴 就是要有点反差的效果 去做搭配 对 然后还有就是 这种很帅气的机车靴 尤其是在膝下这种痛的 然后再加上它很多的那种扣环 对 金属扣环上去之后 会更有个性 其实这一个穿搭的方式 也是跟那个西部牛仔靴 是很像的 就是要穿出比较个性的感觉 另外有一个 我觉得蛮特别的这款式 就是这一双 牛仔靴 牛仔的吗 它叫做 酷管靴 它是假的牛仔靴 它是假的牛仔靴 对 就是它直接是 穿穿的 真的耶 它就是一个裤管 好特别喔 对 而且如果你在穿宽裤的话 宽裤管 然后再加一个裤管 就又变成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设计 在今年的话 也是一个 蛮重点的一个damping 那刚才有讲到的毛毛 对 当然到了秋冬 一定是要有这种 哇 对 这样子 穿起来它其实又很保暖 又很好走 对 而且造型度又很厉害 拍照的话也可以是很美很帅的 当然今年还有就是军靴 像这样的军靴回来了 它其实呈现出来就是很帅气的感觉 可是今年军靴呢 当然你有像我脚上的这一种基本款之外 也有在军靴上面做一些不同的设计 加上了五金 像这个logo的五金 对 右脚的这一双就是这样子 而且今年的靴子 就是它都会有一点点厚底 对 去增加你的高度 所以它这个厚底的这个部分的呈现 那另外米琴的左脚的这一双 我觉得它也是融入了一些 就是上面的这一种带子 然后再加上五金的感觉 去呈现出比较酷的一个效果 可是两个的楦头又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 左边的话它其实呈现的是比较粗犷的感觉 而且它是用皮革拼接的一个视觉感 会让人家觉得很像是一双雨靴 就是下半部的这个地方 很像雨靴的感觉 那是真的可以淋雨吗 这一块其实是可以的 对 但是一般的皮革像这个都是整理 只有那一块可以淋雨 对 应该是 我先讲你什么 来来来 好 我跟大家讲 其实皮革基本上碰到水 它只是防泼水的感觉 一般的削款 可是如果说你长时间在水 就是真的下大雨的话 我是不建议穿 因为它皮革是会变直的 要么就是你要赶快擦拭干净 对 那这一箱 就回家赶快擦干就好了吗 擦拭干净 那如果是已经渗到里面 那当然你一定要是塞豹纸 去吸水 那要吹风吗 吹风其实我觉得建议不要 因为很容易会有水质 水质很 因为它快速干 还有 因为你湿 然后它没有全湿 你就用快速的热温 所以它边边的那个胶很容易闭开 对 现在都环保住了 所以不建议就是用吹风机 对 然后再来我刚才有讲到 因为它这是两个的平接 所以这一个底到这一块呢 其实它都是防水的 对 所以踩在一些水地里面是OK的 对 那像这种毛呢 这种毛 这种毛 防尘 就是回家咻咻咻的就好了吗 好可爱 要帮它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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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让它自然干其实是OK 对 Cute 让它自然干是可以的 好可爱 而且我襪子刚好跟它同品 对 可以的 真可爱 然后再来刚才有讲到了 就是这些军靴在上面 都有一些装饰 包括这种很酷的这种军靴 它上面还有做这种真珠的感觉 它写点不一样的效果 它写点也好帅 对 这双好帅 对 也是 然后后面也一样 它们的那个图层在后面 烫金的效果 另外我觉得也可以试试看 像这个 WOW WOW Y2K WOW WOW 它也要跳 也要很小 也要很小 对 很小 我们来试 另外一双尾来试看看这个 好 假袋 假裤靴 好好看 很好看 其实它穿上去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刚才有提到了就是Y2K Y2K它有一个元素就是 金属元素 光泽未来感的这样的单品 可是它在 可是它有点斜斜的这样子 对 然后 这一个其实也是一个Y2K的延伸 因为Y2K不是很流行袜套吗 袜套 对 但是它把那个牛仔裤当做是一个袜套 然后多数的一个裤管的感觉 那其实这两个桶都还算宽 包括这一个也算宽 所以我们穿上去的时候 它还是有修饰我们的效果 而且你桶宽 你看起来膝盖跟我们大腿 其实也是有瘦的一个 腿变更细的感觉 会变更细 因为这个桶分量大之后 我们腿看起来就变更细了 对 那这种比较宽管的这样子的 宽筒的这种靴子 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一些小腿肚 或者是比较萝卜腿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修饰的效果 对 但是这样子的靴子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 你要去看你的膝盖的这一块 对 有时候膝盖你的高度弦不对 它很容易 卡住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膝盖 膝盖比较大块的 对 也很容易卡住 所以也是要稍微注意 这个就是比较 很宽 对 它是属于比较宽的这种 比较酷的这种鞋型 今年也有很多像这种 看起来看似就是 是马术靴 或者是雨靴的这样的衣服设计 就是有一种清洁 对 然后是用骑视感 就是马术靴的这种感觉 其实今年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版型 我们来试试看 因为如果以颜色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会截断我们的脚腿型 是没有 是支对的 但是 当然米琴的脚 它是可以驾驭像这种鞋 而且他跟他今天衣服很搭 好搭 黑 奶黑 完全是可以的 对啊 好搭 你今天你真的 你穿什么都好看 这套衣服在哪里 对啊 这套衣服在哪里 这套衣服在哪里 像穿袜子一样 很有弹性 太细 太细了 太细了 其实这两双呈现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 那如果你喜欢走有一点点简约风的话 你也却可以靠这种颜色的色块 然后去做听接 去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 那刚好整体的一个 这个传达刚好米琴呈现的就是 你加加黑色 刚好这双靴子就是很大的 整体的一个效果 对 那其实这种 这种算是 有一点像雨靴的这种型 在今年也有很多 或者是我们可以讲 它有一点点马术靴 但是马术靴 其实是在载桶一点点 这个比较宽管 就是比较属于那一种 雨靴的这种版型 对 然后再来旁边的这个 就是今年真的也有很多 像这种过溪靴 但是过溪靴 其实这个是有一点像 服装的那种面料 对 它跟我们一般 皮革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它更轻盈 它比较像穿裤子的一个效果 对 而且它的底也是有软 有 有一点点软点 所以你再走起来 其实也是舒服的 那当然到了秋冬 我也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穿长靴走路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选择是 有一点点厚度 或者有点点粗根的 对 冬天会比较好走 这个是推荐给米琴的部分 好 谢谢 今年有很多的缺款 跟我们以往的那种尖头 有点不同 今年的斜楦 它也会是一个重点 像这个的话 就做得有点方头 对 我们这边是属于比较宽的 白色的这一支 它也是属于 变得下来代表了呢 虽然它个子比较迷你一点 但是它的比例还不错哦 你看看 薇如 但是其实我的腿型呢 并没有很完美 就是我有点点O型 然后我的腿并不是真的特别长 所以其实我在靴子上面挑选的时候 要很小心 所以我就是挑选的时候 我一定会挑 要买就是中靴 就是大概 萝卜的地方 对 萝卜这里 对 萝卜这里 然后要买就是长 这么长 这双的原因是因为 它其实是腿 是我腿 腿比较短 它其实直到这里 对 它其实别人穿可能会 你知道大概到膝上一点点吧 但是因为我的腿比较短 所以它就可以搭到上面 所以它整个已经快变我的裤油了 有欸 可是你 就很像西美姐刚刚穿那一双 对 然后这里很短 整个已经快到我变成我的裤子 还有春欸 你那个脚踝的地方 还贴整了啦 对啊 我其实可以 但只是因为我的腿大 我看一头很困难 它应该是像翠萍姐的那个 翻起来的 差不多 就好像牛仔裤 很像一整件 因为其实今年也还蛮流行 那种一整件有没有 你知道那种 就是一整件牛仔裤 或者什么 一穿上那种 泡起来其实还蛮像的 然后像这一件牛仔靴 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右脚脱给我穿吗 右脚 可以啊 还好 还行 只是你看穿完就有那个勒痕 像脱褲子一样 脱褲一样 脱褲一样 脱褲 然后像这一双呢 就是它是一个 今年还蛮翻红的 一个牛仔的品牌 对 然后这个品牌 是低开头的 那其实他们家 原本就是做牛仔裤 非常的有名 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这双 有这双靴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天啊 我一定要入手 因为我觉得今年就是 一定要有一双 牛仔靴 然后牛仔靴又非常难找 可以跟你比 好好看喔 这边你的腿也太好看了吧 真的 这样大家就懂它的明白了吧 对 是不是 因为我的腿也是算 上面也是算 蜜大腿也是有点粗的那种 对 所以其实我穿的时候会卡住 但是很甘心 妹姐就可以整个拉 拉得很直很平的那种 就是我这边 不会皱皱的啦 很顺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已经就是会 矩矩了 对 但是因为我到上面 我腿上面比较粗 所以就会卡住 很舒服耶 其实算舒暖的 很舒服耶 是不是 很有 蛮有弹性的 对 它有弹性 然后她走路 真的 很好看耶 可以被姓妹自己换 那好看耶 真的 想不要收 那边 那边你喜欢哪一双 那边 那边你喜欢哪一双 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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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意思 助理就是怕你讲这句话 对啊 很舒服耶 对啊 而且比我想象那么轻 很好穿其实 然后像我觉得有时候 出国的时候也很方便 因为它就可以这样卷起来 就像这种鞋一样 对对对 这种靴子一样 就是我很喜欢找这种靴子出国 就是这种出国就是很方便 它就可以整个这样 等一下 你看啊 薇如 你可以太长 你可以学老师高 可以 牛仔裤靴 牛仔裤靴 可能牛仔可以翻 太长 牛仔裤靴 真的耶 我都没想过耶 对 它可以反折耶 我来挑战看看 哇 不同的鞋款 不同鞋款 新生命 可是你看我的膝盖 就没有那么好看 所以我就不太挺 就是这种像我说 卡了这里的靴子 对对对对 就是我一定要遮住我的膝盖 就是要把它这样子 要这样子到这边 这样也可以啊 这样也可以 对到这里的话 会比较好看 所以就是其实要了解自己的腿型 然后去找靴子 然后再来就是像我腿上这一双 就是冬天也一定要有毛茸茸的 但是这个品牌就是跟刚刚那个 米琴的那个就不一样 这个是也是雪靴 今年是非常流行的 对对对 ARK 然后像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 就是我原本在日本找到的时候 是白色这一双 然后那时候我穿上白色之后 我就觉得天哪 这双也太可爱了吧 然后尤其是到了冬天 然后尤其你去到日本 然后韩国下雪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觉得有它 就是觉得很凹造型 对对是不是 很应景 对很应景然后就觉得 而且重点是因为我觉得 它第一就是很好走 然后很好穿 然后又很有造型 所以就是平常的话 除了它就是占空间以外 就是有点点占空间 对对有点点大 但是你看它下面也有厚底 所以就是也是那种你知道 有气势 然后也是矮人的最爱 就是有点点厚底增高垫 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 踩雪靴 踩那个地上的雪地 雪地什么的 你也不会怕滑 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 它其实有点点厚度 所以其实上面 就不太会淋到雨 就是淋到 因为它有时候 会碰到水 对对比较不会碰到 像这个就不行 对像那个的话 它就是整个是完整的 对它是拖地的 但是它是有厚度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穿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天哪 它真的是太好穿了 就穿着一双靴子 对 很有自知之明 很有人情适合的靴子 像我们这种 一定会带尿带晒回去 就是会沾到有一些 你知道垃圾吧 对 而且今年西梅姐脚上那一种毛毛 在今年的秋冬里面 很多毛都会拖地 就像裤子一定要脱地之一样 对 对 但是在雪地里面 其实厚地真的很重要 是 它还可以减少那种很低温的 那种脚不舒适的感觉 对 就是你不会太接到那个雪地 对对对 你比较厚一点 就比较不会觉得容易脚很冰 或等等的这些 所以这双就是我也觉得是 很值得投资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去雪地里的 它就是雪靴 就是雪靴 对 它就是雪靴 要圣诞节 这个很像原汁小金刚的那个脚 对 然后像这双就是我觉得也是 好可爱 非常的好搭 就是只要穿个Legging 或者是说穿个紧身裤 然后里面有铺棉的 其实就很够了 那因为它非常的厚 然后我就很喜欢它那种呆呆的 然后圆圆 就是很萌的感觉 对对对 就穿起来的话就是会觉得 你知道 马上降临 就是年纪就会你知道降下来 对 降临的效果 对 就很降临 然后就看起来就会变得很年轻 然后很可爱的感觉 看起来就很整个 很呆蒙 对对 那这一张是 这个就是去到雪地里的穿搭 有没有 我看到大家 对 这个雪靴 然后就配上毛毛的 好高 就是很应景 就是你知道到冬天 就很需要的吗 对对对 薄融融的 而且我朋友看到我的时候 每个都觉得 哇 你好好摸 然后每个都想抱你 然后揉你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红色的 就是穿一个Legging 然后一个大外套 其实就是很温暖了 就很够了 就不会就是有时候穿 需要穿到非常的厚重 然后去那个滑雪的地方的时候 也是可以这样穿 蛮好的 对 然后这是雪裤嘛 然后这样搭配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为了 为了这双鞋 还去找这种红色雪裤 对 一定要一套 一定要一套 一定要一套你知道吗 然后像这个也是 有了这双鞋之后 我就一定要找红色的外套搭配 对对 藏破诊 然后粉红色 一定要找粉红色的外套 对 包包也要粉红色 对 就是一套 冬天就是 这样子的话就是觉得 你知道这个冬天就很完整 好 这是我介绍 还不够完整 因为锦丽老师 还要再帮你做 对啊 还有 还有吗 好 这是否给个子比较娇小的 对 我们再来挑战不一样的风格 就是我们 刚刚有说到的 很危险的 这种说的感觉 有 不是 我只能说 这一个品牌的鞋号跟鞋型 还有它的材质 它很软 所以它穿上去之后 它不会让你觉得有压迫 我感觉 这样子比较娇小的女生 还有腿型不好的 对 但是今年在挑削款 当然我觉得很好 对我们很友善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出根 然后很多的防水台 是 对 所以我后面介绍的这些 哇 多多喔 对啊 多多煞 西西也可以耶 当然也有 好 薇如很喜欢这种 好可怕 对啊 真的 但是这一个一样是有防水台 可是它的根就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它也算是一个很好走的根 好像就很高 而且它的出根是圆的 今年是不是很流行圆的 对 那种 然后我们来看这两双的这个 这个鞋楦的这个地方 有一点不一样 其实今年有很多的削款 跟我们以往的那种尖头 有点不同 今年的鞋楦它也会是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的 Oversize 翻裤 这样子的一个单品 所以我们在鞋楦上面 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像这个的话 就做得有点帮头 对 我们这边是属于比较宽的 对 然后其实白色的这一支 它也是属于比较宽的 但是它微微的圆 然后另外也有像是厚底的部分 也有像这种的靴子 哇 对 像这样子的一个靴子 超厚 超厚 超厚的靴子 超厚 超厚 不会 而且感觉这都女团的鞋 很会掉完 很会掉完 又厚又高 其实算轻 都算很轻 这几双都算很轻 而且也都是蛮好穿的 这个好漂亮 亮晶晶 亮晶晶 今年有很多的 像刚刚有介绍的这种军靴 它也有更厚底的 像这个就是侧边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更厚底的 然后上面也有做一些这种饰品 去做一个点缀的效果 另外还有今年的秋冬 还有一个鞋款也是蛮多的 就是叫做切尔西靴 像这样子的很基础 男生的靴款也有很多像这种的 对 比较经典的款型 但是对女生来讲 它就会增高厚底的这种效果 然后去呈现 有一点 我觉得这种穿法 有一点点像女生 如果是比较那种平底的话 就是乐服鞋 对 然后如果是有桶的话 就是切尔西靴 它们都是比较经典的鞋型 再来的话刚刚有讲到 这双我也是要挑战的 就是牛仔靴 但是它也是长的 我们来试试看 它有已经帮你做好皱皱的了 对 其实今年真的很流行 这种牛仔靴 对 然后刚刚韦汝的 我特地很适合这个 我特地很适合这个 这个腿款还比较细 对啊 就比刚刚那个好 这个是宽通的 对 这个是宽通的 我觉得对于韦汝来讲的话 其实韦汝的膝盖 是属于稍微有肉一点点 对 然后延伸上来的 因为其实膝盖有肉 其实延伸上来 大腿其实会有一点点肉肉 为什么会觉得它是 比较密大腿 对 密大腿 这一双腿很细耶 对啊 因为它是处于超宽管的 对 超宽管的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韦汝的 对啊 真的耶 我适合宽的 那当然它可以 它是不是可以折下去 它可以折下去 对 像这样子的感觉 这样子其实因为它的筒够宽 所以你就不用看见你的 你的那个大腿的部分 然后还有我们膝盖的部分的问题 包的 真的 对啊 它就这里就可以完全 而且它可以穿个什么leggy 牛仔裤在里面 对 也可以 对 因为我好长想要穿那种 就是牛仔裤可以塞进去 塞不进去 可是我每件就是太顶 都没有办法塞 就少了它 对啊 就是要这种宽的 才可以塞 今年真的很多 除了刚刚那种很紧身 很合身 skinny的那种感觉的 那个靴型 今年也有很多那种放大的 很大的感觉 然后你可以穿很长 或者是你可以很随性地 往下放皱褶感出来 呈现随性的风格也OK 好看 对 这是推荐给维若子 如果你跟他一样 也有这种买靴子的困扰 没有问题的 我们先来看看 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请 问题出在我身上 就是 就是比较棉花糖女孩啊 会比较 想说腿型比较不好穿靴子 会不会 老师 应该是有适合她们的靴子吧 还是有啦 但是就是棉花糖女孩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普罗大众来讲 在选择靴子啊 最要考虑的点就是腿围嘛 对 腿围 当然你的腿围 当然腿围就会有很多地方 可能是我的小腿肚 对 然后还有我的膝盖 然后还有包括我的大腿围 这些其实都 这些数字大家都要铭记 因为这有关于你在选 那些靴筒的大小 没错 对 有时候你去 买一双靴子的时候 可能店员还要问你说 你的小腿为多少 真的喔 尤其是对于棉花糖女孩 女人来讲 我真的很常被问 我只要一去 就是那种选靴的店 然后才刚走进去 这样看呢 小月 等一下 你小腿为多少 也不是这样 等一下 放我 为什么 有一次 然后就这样 请问你的腿围大概是多少 对 真的要很珍惜这几双鞋 真的 你看这个 刚刚西门姐也介绍 它是有年代感的鞋 对 那我这个是有那种 你知道 穿太多 是那种 劳累痕迹的鞋 劳累痕迹的感觉 因为我扁平足 加上可能就是 体重重量的关系 所以我基本上 选靴子不可能有那种细根 因为我一穿细根 真的就是欺负那根 细根会哭 对 细根先尖叫 啊 然后变大夫妻 对 他的鞋底也蛮有故事的 对 怎么说 先尖叫 有点平 对 所以等于说 我觉得 雪靴上面就是 我只要选到一双 我觉得很舒服的鞋子 然后我就一直穿它 然后加上 因为现在是环保皮 对 所以坦白说就是 就是有点小小的痕迹 这样子 我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 我们的鞋子 它是消耗品 对 已经穿到像这样子的时候 鞋底的时候 鞋底磨品的时候 看一下 尤其是在雨天 这个真的要非常小心 尤其是你不能摔 你真的不能摔 我觉得 嘉庆脚上 选择的这一双 真的应该是 你最适合的 一个长靴的款 天雪之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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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今天带来的 两双天雪之鞋 跟你的长一样 一棒 另外 刚刚有讲到那一种 雪靴嘛 当然我们 这个就可以逛街了 对啊 我觉得 嘉庆的歌系就很适合穿雪靴 它绝对适合 对啊 这好舒服喔 很温暖喔 是 真的很舒服耶 可爱耶 因为像这种雪靴嘛 大家知道就是雪靴 它其实就是一个 有分量的 对 然后又是比较Q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 嘉庆的一个个性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我们的 腿部的分量做出来之后 其实反而会跟它的 上半身比例去达到一个 很平衡的一个效果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棉花糖女孩 其实也很适合穿这种 宽宽松松的这种雪靴 或毛毛靴 对 另外我也想要挑战 很好看 我觉得嘉庆很适合大分量的鞋子 对 对喔 我们再来挑战不一样的风格 哦 哦 那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 很危险的 这个说的感觉 有点点有像袜套靴的 好 好我们来挑战看看 这双感觉很小 左脚 左脚 可以了 我只能说这个品牌的鞋型 还有它的材质 它很软 所以它穿上去之后 它不会让你觉得有压迫感 对 其实是舒服的 那因为我刚才有讲到的就是棉花糖女孩 不见得说我们穿的要多么修饰腿型或是什么 第一就是你当然要找到你适合的那个size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我们刚才有一直讲到嘛 这个地方如果紧的话 我们的小腿肚是不是本来就会放大 对那当然我们可以透过不一样的一个穿搭的方式 像家庆它其实不是只有穿短裙或短裤 它也很常穿那种宽宽松松的 然后裙子长裙或者是宽裤的感觉 也可以搭这样这样子的一个 有点像袜套靴子这种靴子 对去修饰掉我们小腿肚的部分 也可以去做搭配 但是因为今天搭短裙的话 我们这边其实是会被放大 这是真的 但是你可以透过穿搭去做修饰 也是OK的 对 我希望今天可以找到适合你的靴子 请追踪我们女人我可以搭IG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